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目前来说非常新型的赚钱的一个小项目 这个小项目呢非常适合在咱们农村境去干 因为在农村呢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干着生意可以说手里边有个3000多块钱就可以来起步境去干 每个月的收入最低的话达到一到两万块钱 如果你的能力够强的话呢 每个月的收入怎么着也都能够达到三到六万块钱 如果视频前的朋友你还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生意的情况下 或者是想知道的情况下 那么今天的阶级视频认真耐心的看完 看完之后呢绝对不会吃亏的 大家好这里是三路雷哥 我相信视频前的很多咱们的网友朋友们 一看到这样的视频或者是一看到这样的视频的标题 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一种不一样的眼光 是吧朋友们 有这种眼光 有这种不一样的想法 是很正常的 是吧朋友们 很多人都说到 哎呦 3000多块钱 每个月收入这么高 到底是什么生意呢 想聊着的朋友们 听我慢慢的跟你说 想干这个生意呢 也就是说 刚刚也说过了 手里边必须有个3000多块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怕你现在的你的手机不支持 要么你的手机不行 所以说有个3000多块钱就会起步 3000多块钱 干嘛呢 也就是说干现在的直播 说到直播这块呢 肯定会有大部分人 都扭头想关闭这个视频 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希望你认真耐心看完 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大家都非常清楚 现在的直播行业是一个潮流 直播呢 可以说并不是说要求你能说会到 并不是说要求你很高的学问 并不要求你很高的技能 是吧 朋友们 想告这个直播 现在来说 在这种农村 只要你有不要脸 不要脸的这种形态 实话不好听 脸皮够厚 那都可以 有的网友说到了 哎呦 那个我没搞过直播呀 我不好意思露脸呢 我不好意思直播呀 怕人家认到我了 怕那个亲戚看到我 怕同学看到我 怕等等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都出来了 说实话哈 你连钱都没有了 你还怕啥 是吧 朋友们 说到这里肯定会有很多网友都说 哎呦 那直播说啥呀 搞啥呀 你想搞这块可以通过一些短视频平台 你搜索一下农村直播 或者是户外直播 农村 搞笑直播 等等一类的 带上咱们农村这几个话题 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 在我们河南商丘 某一个县 某一个镇 某一个村 在这个村子里面 他们大多数人都搞直播 说白了就是传名搞直播 就这么回事 他们直播啥呢 直播卖丑 直播卖啥呢 直播卖脸 刚刚也说过了 哎呦 我不好意思露脸 怕我亲戚朋友等等 那谁看得到说我 我刚刚也说过那句话了 你钱都没了 你还怕啥呀 你脸能值几个钱呀 面子能值几个钱呀 是不是朋友们 我说的都是实话 实话虽然说不好听 但是就是想 把这种话语说出来 能够让你听得更加直观 是吧朋友们 咱们接着刚才那笔 那个小故事给大家讲 那个不是小故事 而是真实存在的 就在我们商丘 某个县 某个镇 某个村 我知道 我相信如果经常有人看到过 应该知道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做杨秀 一个女的 特别牛叉的一个人 人家两天可以提个一两万 至少也提个八九千 话说到这里 肯定会有人说我牛逼 最牛逼一个 我不跟你抬杠 我不跟你抬杠 你说吹牛一毫 或者是不吹牛一毫 人家也能做到了 是吧朋友们 只是说 有这种赚钱的方式 也不需要你卖货 也不说你给很高的养值 又不说你很高的学问 又不要你能说会道 是不是朋友们 只要是你不要脸 搞直播就可以 传媒搞直播 目前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 你不干他干 他不干他干 他不干有人干 他不干他小姨子 八大骨他会干 为什么在咱们农村呢 刚才在视频开始也和大家说过了 因为再怎么农村有这种条件 什么条件呢 很多人就喜欢农村的氛围 很多人就非常稀罕农村的那种氛围 哎呦 农村还要这样的人呢 反而是看过刚才我说那个人民 那个他的直播的新闻下 我相信肯定人都知道 他人长相也就那个样 你说好看吗 也差不多 又不好看吗 也特别丑 我说这个丑就是那种丑哈 真的丑 并不是说那个带引号那个丑 可是人家就都放得开 刚刚也说过了 收入特别高 半年收入几十万 两三个月收入几十万 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有的人肯定是不会相信 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我只是给把这个真正现实的这个东西 已经分享给大家了 这样的事情呢 不仅仅在我们河南 商丘发生 在山东 广东 广西 四川 云南 贵州 福建 浙江 等等的 很多地方都有 很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说这种项目非常不错 很多人又会说到了 很多网友都说的 哎呦 雷哥这么好的项目 你为啥不干呢 你为啥分享出去 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就像很多人都说的一样 招别人赚钱的人 那可不是 可不是一般人 啊 反正招你赚钱 都是想赚你的钱的 你手里面有三千多块钱 为什么有三千多块钱呢 你手机如果不行的话 你都买个三千多块钱的 二手的 那什么 红色的苹果的那个 买苹果颜色的 那个手机嘛 因为苹果这块来说 直播还行 是不是 所以说呢 你 你搞直播 你给我 你给我 给我钱了吗 我要你们钱了吗 只是给大家分享这种 赚钱的这种项目 执行不实行 干不干 那看你们了 毕竟这种例子 已经都发生了 而且像有的人 搞直播 搞这样的直播 人家一天 都比我们打工 一个月的工资高 我们打工现在一个月 收入五六千 五六千七八千 很正常的吧 但是人家搞一天的收入 搞一天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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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 比咱们一个月的工资都高 人家搞一个月 刻住咱们两年的收入 这三年的收入 这真实的存在 如果视频前的朋友 您能看懂的情况下 可以测试测试 可以试一下子 或许 你一个月的收入 比他还要高 就是看你敢不敢 不要想着 哎呀我自己脸皮薄 不好意思的上镜 我自己脸皮薄 我不知道 我怕别人看到我怎么办 那句话咱们就不说了 你知道就行了 我相信能够真正给大家分享的 在互联网短视频这块 并不多 希望能够刷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 能够看懂 看懂的情况下 抓紧行动吧 好了 今天视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如果视频前的朋友 您对这个小项目 有疑问的情况下 可以在视频下方 评论一评论 发费要发表你的观点吧 下个视频比这个更精彩 下期咱们不见不见 拜拜